六十四,《正報》2015年7月8日報章 B01中諒出軌若一定要公開道歉不哭行嗎? 不思行嗎?楊子晴好了 圖F為出軌公開道歉了 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 出軌,私下向老婆跪搖,痛善自己耳光 甚至作跳樓浮腫臟,都不是不可搖樹的 無法直視的事對著大肉勾通淚眼朦朧,是我原配 兼而討伐哪個將腿拆盡你家庭的哪個人 女見女套,渣男本色,作天的道氣發佈會如與其一樣 男主角圖F一臉潮水,蘇復 腦補當年文章出軌門露面,僅易流淚是必須的 還一定要對亂七江沛容說 我這輩子只會愛你一個女人 必須表明立場不是我壞,是小三 楊子晴,太妖,為了證明自己是被勾引的 港師圖F還精心做了PPT 還原事情來龍去脈 與楊認識五年,只失身過一次 是今年6月19日在成都 此外,還主動曬出和楊子晴的微信聊天記錄 並進行了詳細的標誌說明,這是一場多摩有創意和用心的道歉會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為什麽公開道歉? 因為形勢緊急,楊子晴步步緊的,不斷放寮 對於寧願做搞屎棍,楊子晴全天是這摩說的,沒有什麽目的 這種爭吶就應該曝光 關於圖F對他的指控,楊子晴作天微博放話 如果不想你我,為何對我說想你 如果不願見我,難道是我用槍指著你逼你來見我 哎,罷了,幾年不求回報的默默付出 臨了換得一,居然與興浮 哎,積片遊戲人生,也曾有幾片真情 遇到圖F,也算是其逢對手,是的不是名牌,是面具 對於看客,尤其是女人,也是一種警醒 插足圖F類型的男人,請謹然慎行 因為,魂語辨捕語的時候,輪家會做PPT 咬你,為了救贖家庭益或是前途 萬般私物都可能一絲不掛 如果需要,萬里士坦幾也不為餘力 辦公室八卦時間,正派典化男人不先心門徒而起 他那非常不端正的獎相,已決定了他的人品 不無道理,傷由心生,雖然面白,好面相 男人也可能出軌,但事後踩踏事件不會那麼慘烈 憎靈的男人好反目,這是玄學 結論,蕭蜜渣男,搞屎棍最佳 正部記者姜國玲 而且是玄學 確認了他人,為了ری人 интересно, customize imagined 今日能成為,那名案 191 只是更好